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类型转化的时候呢 容易发生的问题 刚刚我们讲了这个自动类型转化和这个强制类型转化 那么在转化的时候呢 经常会有很多的问题 这里边讲两个典型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操作比较大的数的时候呢 一定要留意一下是否溢出 经常会发生溢出 就是说你这个结果呢 比你表数的范围要大 发生了溢出 还有一个呢 就是L的问题 就大家去命名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用小写的L 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个1混淆起来 好 那么我看一下啊 这代码是这样一些 这个代码因为比较简单 因为它这里边有大量的注释 所以我在这就不再敲一遍了 因为挺繁琐的敲这个 也挺耽误这个课上的时间的 那我们看一看啊 敲好了 大家看这个结果 首先我们看看 我这呢定义的变量叫money 表示10个亿 大家看这里边我写的是这么多零 是10个亿 显然10亿的话 是在在int的表示范围之内的 int呢表示的是21亿 对吧 正负21亿之间都没有问题 year是20 那如果我在这算一下money乘以year 就是10亿乘以20年 显然就是200亿 对不对 200亿显然大家注意哦 这我算完之后呢 这个值是什么 money是int year也是int 所以他们的结果是什么 还是int 你把一个结果复给了他 一个int复给了他 对不对 因为你在这算的时候呢 本身就超过了int的范围了 本身就溢出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结果就是发生了溢出 所以呢最后的结果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负数 并不是200亿 那么我们再看 这么写 对不对 看这个total1 我们看这个total1 是不是仍然是溢出的 为什么呀 虽然你这个变量的值变大了 因为你在这计算的时候呢 本身就溢出了 两个int的结果就是int 本身表达是这就溢出了 听懂了没有 所以呢即使你把它付给一个浪 也为时已晚 没用了 正确的办法应该是这样的 money乘以一个浪力性的值 你把其中一个变量强制转为浪 那么表达式的结果就是浪 那么这个结果就不会发生溢出 所以大家在这个以后呢 去算的时候呢 一些可能会超过这个 表示范围的这个计算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 把其中一个变量呢 做提升 类型做提升 提升之后呢 那么整个的表达式结果 都会发生提升 还有一个是这个 int变量的问题 2 大家看这个 我定义的变量 L等于2 这个L呢 因为你只写了一个L 看起来老像个1 对不对 所以大家命名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一个L来命名 或者呢 你看看这个 23451 转为一个浪力性的值 对吧 你后面呢 最好写一个大写L 不要写一个小写 小写L的话很容易 让大家误解为什么 误解为一个E 虽然还是有差别 但容易误解 所以尽量不要使用单独的小写L 这是两个小问题 大家都注意一下 主要是注意这个 操作书的溢出的问题 比如大家如果以后 要写连乘的话 你可以这么干 比如我在这再定义一个 再定义一个3 比如你要在这写一堆变量的 变量的这个乘法 对吧 yes 可能还要乘些什么 因为这个值呢 本身是有可能溢出的 来我们打印一下 这是出了还是没出啊 我也不知道 为了保险起见 你在开始的时候呢 可以把一个变量 直接转为浪类型的值 看懂了没有 这样就不会一出了 这就是一个技巧 因为你这儿 这个操作书是浪类型的值 所以它跟它成完还是浪 再成一个硬特类型 还是浪 所以呢整个的值呢 就是什么 就是浪类型的值 关于这个 类型转化的内容呢 就是这个常见的问题呢 主要是这个一出的问题 大家以后呢 希望大家注意起来 很容易出错 好了 关于这儿呢 咱们就OK了